请继续收听阿莱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由众维维演播 大家都知道 对留在观寨里的人来说 这是活在世上的最后一个晚上了 这一晚上剩下的时间 我一直都在做梦 零零碎碎 但却把我一生经历过的事情都梦见了 当太阳黄着眼睛时 我醒来了 发现自己睡在小时候住的那个房间里 就睡在小时候睡的那张床上 就是在这里 那个下雪的早晨 我第一次把手伸进了一个叫桑基捉马的侍女怀里 就是在这里 那个下雪的早晨 画眉鸟在窗子外面声声叫唤 一个侍女的身体唤醒了 沉睡在傻子脑袋里那一点点智慧 我的记忆就从那个早晨 就从这个屋子 从这张床上开始了 那年我十三岁 我的生命是从十三岁那年开始的 现在我不知道自己多少岁了 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从镜子里看着自己 天哪 我的额头上也有好多皱纹了 要是母亲像多年前那个早晨一样 坐在这个房间里 我就要问问他 他的傻瓜儿子有多少岁了 三十 四十 还是五十岁了 好多年时间 一晃就过去 我走到窗前 外面 大雾正渐渐散去 鸟鸣声清脆悦耳 好像时间从来就没有流动 生命还停留在好多好多年以前 四夜里一片安静 但人人都感到危险已经逼近了 高大的棺寨里 人们提着枪奔跑起来 占据了每一个可以开枪的窗口 只有土司太太没有紧张地跑动 他吩咐下人 在小泥炉子里烧好茶 打好一个又一个烟泡 他用牛奶洗了脸 喷了一身香水 穿上一件水红色的断袍 在烟榻上躺下来 他说道 儿子呀 坐一会儿吧 不要像傻子一样站着了 我坐下 握着枪的手 给汗水淡湿了 让我好好看看你 我跟你父亲已经告过别了 我就傻乎乎地坐在那里 叫他看着 儿子 你知道我的身世吧 我说 我知道 在今天要死去的人里面 我这一辈子是最值得的 母亲说 她自己先是一个汉人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藏人了 闻闻自己身上从头到脚 散发的都是藏人的味道了 当然 她感到最满意的还是从一个下等人变成了上等人 她叫我弯下腰把嘴巴凑在我耳朵边上说 我还从一个下贱的女人变成了土司太太 变成了一个正经女人 母亲吐露了藏在心里多年的秘密 她做过 妓女 她叫人在茶壶里烫酒 用温酒吞下了几个鸦片烟泡 她又叫人温第二杯酒 在这空档里 她又叫我弯下腰 吻了吻我的额头 敲声说 这一下儿 我生的儿子是不是傻子 我都不用操心了 侍女把我推到了门外 我还想回头看看 这时一阵煎嚣声打破了早晨的宁静 破空而来 第一颗炮弹落在关寨前的广场上 轰隆一声 炸出一个巨大的土坑 行行柱也炸得粉碎 飞到田野里去了 又一发炮弹落在关寨背后 打了这两炮 对方又停了一会儿 麦奇托斯挥手 叫我跟他在一起 我跑了过去 等着新的炮弹落下来 但这颗炮弹 老是没有落下来 使我有机会告诉父亲 母亲吃了酒和大烟泡 父亲说 啥子呀 你母亲自己死了 麦奇托斯没有流泪 只是很难看的笑了一下 声音有些嘶哑的说 好吧 他不用害怕 灰尘把衣服弄脏了 这时我才知道 母亲是自杀了 白色汉人军官扔了枪坐在地上 我以为他害怕了 他说 没有意思了 人家用的是炮 第三炮就要准准地落在我们头上了 大多数人还是紧紧地把枪握在手里 天上又响起了炮弹呼啸的声音 这次不是一发 而是一群炮弹 煎嚣着 向麦奇托斯的官寨 飞了过来 炮弹落下来 官寨在爆炸声里摇晃 爆炸声响成一片 火光 烟雾 尘埃 升起来 折去了眼前的一切 我想 麦奇家的傻瓜儿子已经升天了 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明亮的星星挂在眼前 是沉重的身躯叫我知道自己还活着 我从碎石堆里站起来 扬起的尘土把自己给呛住了 我在废墟上弯着腰大声咳嗽 我侧耳倾听 没有一点声音 开炮的人看来都开走了 麦奇一家 还有那些不肯投降的人 都给埋在废墟里了 他们 都睡在炮火造成了坟墓里 无声无息 我在星光下开始行走 向着西边我来的方向 走出去没有多久 我被什么东西绊倒了 起身时 一只冷冰冰的枪筒顶在了脑门上 我听见自己喊了一声 碰 我喊出了一声枪响 便眼前一黑 又一次死去了 天亮时 我醒了过来 麦奇普苏的三太太央宗正守在我身边哭泣 她见我睁开眼睛 便哭着说 土苏和太太都死了 这时 新一天的太阳正红彤彤的从东方升起来 杨宗也和我一样 从碎石堆里爬出来 却摸到解放军的宿营地里了 红色汉人得到两个麦奇普苏家的人十分开心 队伍又要出发了 解放军把炮从马背上取下来叫士兵扛着 把我和秦宗扶到了马背上 队伍向着西面 翻过山口时 翻过山口时我回头看了看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 看了看 麦奇图苏的观寨 那里除了高大的观寨已经消失外 并看不出多少战斗的痕迹 这时候 我在心里叫我的亲人 阿爸呀 阿妈呀 我还叫了一声 二一呀 我的心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痛楚 队伍拥着我翻过山梁 便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留在山谷里的人还等在那里 给了我痛苦的心一些安慰 远远的 我就看见了搭在山谷里的白色帐篷 他们也发现了解放军的队伍 不知是谁向着山坡上的队伍放了几枪 我面前的两个红色士兵哼了一声 脸冲下倒在地上了 血慢慢从他们背上渗出来 好在只有一个人放枪 枪声十分孤独地在幽深的山谷里回荡 我的人就呆呆地站在那里 直到队伍冲到了跟前 枪是管家放的 他踢着枪站在一大半倒下的树木上 身足像一个英雄 脸上的神情却十分茫然 不等我走近 他就被人一枪拖打倒 结结实实地捆上了 我骑在马上穿过帐篷 一张张脸从我码头前滑到后面去了 每个人都呆呆地看着我 等我走过 身后便响起了一片哭声 不一会儿 整个山谷里都是悲伤的哭声了 解放军听了 很不好受 每到一个地方都有许许多多人大声欢呼 他们是穷人的队伍 天下占大多数的都是穷人 是穷人都要为天下终于有了一支自己的队伍大声欢呼 而这里 这些奴隶却大张着愚不可及的嘴哭起他们的主子来了 我们继续往边界上进发了 两天后 镇子又出现在我们眼前 那条狭长的街道平时总是尘土飞扬 这时也像镇子旁边那条小河一样 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息 队伍穿过街道 那些上着门板的铺子里面都有眼睛在张望 就是散布没毒的妓院 也前所未有的安静 对着街道的一面放下了粉红色窗帘 解放军的几个大官住在了我的大房子里 他们从楼上望得见镇子的全部景象 他们都说 我是一个有心脑子的人 这样的人跟得上时代 我对他们说 我要死了 他们说 不 你这样的人跟得上时代 而我觉得 死和跟不跟得上时代是两码事情 他们说 你会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好朋友 你在这里从事建设 我们来到这里 就是要在每一个地方都建起这样漂亮的镇子 最大的警官还拍拍我的肩膀说 当然没有鸦片和妓院了 你的镇子也要有改造的地方 你这个人也有需要改造的地方 我笑了 尽管抓起我的手使劲摇晃 你会当上麦奇吐司 将来革命形势发展了 没有吐司了 也会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但 我已经活不到那个时候了 我看见 麦奇吐司的精灵 已经变成一股旋风 飞到天上 剩下的尘埃露下来 融入大地 我的时候 就要到了 我当了一辈子傻子 现在我知道 自己不是傻子 也不是聪明人 不过是在吐司制度将要完结的时候 到这片奇异的土地上来走了一遭 是的 上天叫我看见 叫我听见 叫我置身其中 又叫我超然物外 上天是为了这个目的 才让我看起来像个傻子的 书记官坐在他的屋子里 奋笔集书 从北方传来了容共吐司全军覆灭的消息 这消息在我心上并没有激起什么波澜 因为在这之前 麦奇吐司也一样灰飞烟灭了 一天 红色汉人们集中的把吐司们的消息传递给我 他们要我猜猜拉雪巴吐司怎么样了 我说 我的朋友 他会投降 对 那个和气的解放军军官说 他为别的吐司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啊 而我的看法是 拉雪巴吐司知道自己是个弱小的吐司 所以他就投降了 当年 我给他一点压力 就叫他弯下了膝盖 而不像汪波吐司一次又一次拼命反抗 但出乎意料的是 汪波吐司也投降了 可笑的是 他以为吐司制度还会永远存在 所以便趁机占据了一些别的吐司的地盘 其中就有已不存在的麦奇吐司的许多地盘 听到这个消息 我请不住笑了 还不如把塔纳抢去 拾在一些呢 红色汉人也同意我的看法 荣共吐司的抵抗十分坚决 只有很少的人活着落在了对方手里 活着的人都被反绑着双手带到这里来了 在这些人中间 我看到了黄师爷和塔纳 我指给解放军 那个女人就是我妻子 他们就把塔纳还给了我 但他们不大相信 名声很响的漂亮女人会是这副样子 我叫桑基捉马 把他脸上的尘土 血迹和泪痕洗干净了 再换上光鲜的衣服 他的光彩立即就把这些军人的眼睛照亮了 现在我们夫妻又在一起了 我还想救黄师爷 我一开口 解放军警官就笑着问我 为什么呀 他是我的师爷 不 这些人 是人民的真正敌人 结果 黄师爷给一枪 绷在河滩上了 晚上 塔纳和我睡在一起 他问我是什么时候投降的 当他知道我没有投降 而是糊里糊涂被活猪时 就笑了起来 笑着笑着 泪水就落在了我的脸上 他说 沙滋呀 每次 你都叫我伤了你 又叫我觉得 你可爱 他真诚的语气 打动了我 但我还是直直地躺着 没有任何激动 后来他问我是不是真不怕死 我刚要回答 他又把指头竖在我嘴前说 哎 好好想想 再回答我吧 我好好想了想 又使劲想了想 结论是 我真的不怕 于是 塔纳在我耳边轻声说 天哪 我又爱你了 他的身子开始发烫了 这天晚上 我又要了他 疯狂地要了他 过后 我问他是不是有霉毒 他咯咯地笑了 傻子呀 我不是问过你了吗 可是 你只问了 我怕不怕死啊 我美丽的太太他说 死都不怕 还怕霉毒吗 我们两个人都笑了 我问他呢 他知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 回答是 不知道 他又问我同样的问题 我的回答是 明天 两个人沉默了一阵 然后 又笑了起来 这时 曙光已经穿过窗户 落在了床前 他妈说 那还要 等到下一次太阳升起来 哎 我们多睡一会儿吧 我们就背靠着背 把被子裹得紧紧地睡着了 我连个梦都没有做 醒来 已经是中午了 我爬在栏杆上 看着镇子周围 越来越深的春天的色调 便看到 麦奇家的仇人 那个店主 正抱着一坛酒 穿过镇子 向这里走来 看来 我已经 等不到明天了 我对妻子说 他那呀 你到房顶上 看看 镇子上人们 在干些什么吧 嗯 傻子呀 你的要求 总是那么荒唐 但你的语调 从来没有这么温柔过 好 我就上房顶 替你去看看吧 我重新回到屋子里 坐下不久 就响起了敲门声 是我的命 来敲门了 门 门 虚掩着 他还是一下又一下 不慌不忙地敲着 直到我叫他进来 他才抱着一坛子酒进来了 他一只手抱着酒坛 一只手放在长袍的前巾底下说 少爷 我给你送酒来了 放下吧 你不是来送酒的 你是来杀我的 他手一松 那坛酒就跌在地上 粉碎了 屋子里立即就充满了酒香 可真是一坛好酒啊 我说 你的弟弟是红色藏人了 红色藏人是不能随便杀人的 复仇的任务落到你头上了 他哑着嗓子说 这是我最好的酒 我想好好请你喝一顿酒 来不及了 我的妻子马上就要下来 你该动手了 他便把另一只手从长袍的前巾下拿出来 手里是一把亮晃晃的刀子 他苍白的额头上浸出了汗水 向我逼了过来 我说 啊 等等 我自己爬到床上躺下来 这才对他说 来吧 等他举起了刀子 我又一次说 哎 等等 他问我要干什么 我想说 酒 真香 说出口来却是 你叫什么 你的家族姓什么 是的 我知道他们两兄弟是我们麦琪家的仇人 但却忘了他们家族的姓氏了 我的这句话把这个人深深的伤害了 本来他对我说不上有什么仇恨 但这句话是仇恨的火焰在他眼里燃了起来 而满屋子弥漫的酒香几乎使我昏昏一睡了 刀子 锋利的刀子 像一块冰 扎进了我的肚皮 不疼 但是冰冰凉 很快 冰就开始发烫了 我听见自己的血滴滴答答的落在地板上 我听见店主朋友哑声对我说再见 现在 上天啊 叫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神灵了 我身子正在慢慢的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干燥的 正在升高 而被血打湿的那个部分正在往下陷入 这时 我听见了妻子下楼的脚步声 我想叫一声他的名字 但却发不出什么声音了 我上天啊 如果灵魂真有轮回 叫我下一声再回到这个地方 我爱这个美丽的地方 神灵啊 我的灵魂终于挣脱了流血的躯体 飞升起来了 直到阳光一晃 灵魂也飘散 一片白光 就什么都没有了 血滴在地板上 是好大一汪 我在床上变冷时 血也慢慢的在地板上 变成了黑夜的颜色 长篇小说尘埃落定 今天全部播送完了 感谢你的收听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